3月1日 大陸媒體對中共前中央政法委書記 周永康家族進行了接底性的報導 同時釋放了周永康家族人員被抓的消息 不過 文章被大陸門戶網站轉載之後 不久又被刪除 那麼 為什麼在中共兩回之前 出現了這種罕見的報導 又為什麼被刪掉 我們來看看專家的分析 中國大陸多次爆料周永康案的財新網 3月1日 不點名的又對周永康家族進行了詳細報導 報導說 北京商人周老虎的兒子周斌現年42歲 祖居江蘇省無錫市西山區后橋街道的西前頭村 父親原名周圓根 報導描述2004年起 無錫大規模城市化 連續修了幾條大道 違規強行修建的圓根大道 在強拆行動中 周斌父親同學的房屋也沒能倖免 而在修道的同時 周家故居卻重新建造 原來的平房推倒後 一年內新建了兩個院落 在重現中 周家出一部分錢 無錫有關部門也有出資 文章最後還說 周斌去年12月初在首都機場附近的別墅中被警察帶走 同時被帶走的還包括周斌持美國護照的妻子黃婉 報導還透露 周斌的岳父黃餘生也同期失去聯繫 周斌的三叔周元清 三嬸周靈英和唐帝周峰 去年12月被帶往北京 財新網的這篇報導被新浪騰訊等大陸門戶網站轉載 不過 現在網址已經失效 中共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審判之前 也有大陸媒体预先报道薄熙来在济南被审和审判的时间 但消息一出来就被删除了 共产党的这种贪污制度 财新网报道的前一天 上海东方早报探访周家近况后出了独家报道 根据报道 周斌的母亲是周永康的前妻 名叫王淑华 已经过世 去年4月 周永康最后一次回到家乡 而周永康的小弟周元清退休后 长期居住在无锡 周末才回到村里 周元清的妻子叫周灵英 是北京洪汉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他们的孩子叫周峰 去年9月21世纪经济报道 报道指出 中石油旗下的四川华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在四川穷来市洪峰假矿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合作中 原本属于中石油系统的碳矿权资源 经过四川华油的蹊跷投资之后 变成了自然人的财富 涉嫌国有资产流失 周峰是最大受益者 关键的关键 习近平有一个强大的对手 这个对手是一批退休的元老 打了周永康以后 正能救共产党吗 那些元老们不相信啊 这批人非常担心 你打了周永康 下面也打谁啊 各个屁股都是不干净的 退休的元老也好 习近平也好 都想维持共产党政权 救他自己财产 对整个国家什么好处都没有 大陆媒体还以周斌之父周元根往事为题 进行了详细报道 报道说 周斌的父亲周元根 2012年从领导人位置卸任 报道中还附有一份周家三代的关系图 报道说 以往每天都有几部不同的轿车 到周永康的大地周元星家里拜访 但过去三个月 持续多年的拜访车辆突然消失 周家故居四周的墙上 也被装上多个视频监控设备 接下来